一人 换了鞋子 之前的那双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雨儿 你要干什么 你之前带我去九四的时候 还有今日追马车时 都穿了一双夜间能看见宗记的鞋子 为什么 说 她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她自然是什么都不会说 因为这一切 都是姑姑你让她做的 你为何还要听命于她 丽姑姑的死 还不是个教训吗 程若狱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今日来此 就是要问你一个问题 丽蓉姑姑之死 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光王与你反目 酋子良要杀你 张江已死 你武功已废 对玉珍坊的掌控大不如今 所以 你想到了我 你想让我帮你杀了陛下 帮你对抗酋子良与光王 第一步 就是要让我与燕芝反目 你让她带我去九四 故意穿了特制的鞋子 留下踪迹 然后让燕芝追踪到 杀了李姑姑 对不对 最后 我走投无路 无家可归 只能追随你 对不对 可归 丽蓉姑姑她跟了你十几年 你怎么下得去手 我 丽蓉是求燕芝杀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算我安排她去见你 求燕芝找到你后 大可将她擒下 没必要下杀手啊 那你为何事先写好手术呢 难道不就是因为你知道 丽荣姑姑 你没有机会再说给我听了吗